發生話題還要來關心 台海兩岸在10月首度 進行情報員秘密換斧行動 堪稱是歷史性的一刻 就像是電影《間諜橋》的情節上演嗎 但其實仍有百名情報員 還被關在對岸的監獄中 因為台灣情報員 也是岳飛第29代子孫的岳正武 當時他代表藍中花特工小組 工匠到西藏 蒐集大陸發展核武飛彈的情思 他因為躲在死人堆中 臉上抹著血水裝死 才暫時的躲過一劫 不過最後還是失事 在大陸一關26年現存回台 1960年2月13號的夜晚 一架美國軍用運輸機 春月喜馬拉雅山漫上的雲層 飛到金藏高遠上空 那個山本身是7400 我們跳下去的4700 凌晨時分 一個代號為 藍中花組的特工小隊 在夜色的掩護下 一個個如鬼魅般 從機艙裡跳下 降落在海拔4000多米 汪無人煙的高原上 冥沙43度 那人都要死啊 藍中花五人特工小組 侍奉美國中央情報局 和台灣當局的雙重命令 在少校組長岳正武的帶領下 前來執行特殊任務 中共正在研究原子彈 而且都在青海的海洋 所以給這個傻娃娃的 由專業貼入土地區 替台美聯合情報中心賣命 搜集對岸的核武資訊 當時年僅27歲的情報員 岳正武 還是大宗名將岳飛的 第29代子孫 懷著滿腔熱血 帶領組員空降西藏 但好景不長 我們2月13號跳下去 3月1號共產黨偵察隊 就偵察到我們 一包圍當天他們都被抓住 就是我一個人跑家來 我說這個地方 一個子彈插過去 就像電影長情般 附上的越聖武 只能死命的逃 成功擺脫追捕後 他和當地藏民組織了遊擊隊 共同對抗大陸警方軍 被人家包圍之後 我們本身攻他們是守的 那你說我們不是很愛打嗎 就沒辦法 就說死人隊鑽進去了 撞死了 就臉上腦筋這樣 管得長不大 也不是要興起不興起這樣 就... 共產黨... 你就走掉了 為了活命 甚至躲在死人隊中 強忍失臭位 整個人浸泡在死血中 因為他知道 這是唯一活命的機會 但藏了半個月 還是躲不過共軍的大批勢力 當時死血過多的他 被藏民抬進森林裡落藏 之後後來我的人全部打死光了 我也不知道了 他們都進來了 我也要臥死了 被他圍住 都進來把我抓住 接下來面對的是一連串的酷刑 強光照 疲惱轟炸 電刑 吹得很 他們那個又發覺的 就綁住了 那個動個動個在這裡 只有頭盔一動 就這樣是不是 他電視從這個地方 電視走最近的部分 他從這個地方進來 他從心臟的打過去了 你有曾經受不了 然後就脫去這樣 就當然了 我不是一次 用回來的水給你破血 用回來的水給你破血 會聽到什麼話 才是這個樣子 心情當性很毒辣的 你天天用電影時間長了之後 這個地方麻木了都腫了 腫了之後就管農了 大拇指上柳霞的凹痕 還記錄著當年酷刑的殘忍 被折磨到連胃都割除了 到了共產黨裡面就沒有勇雅了 沒有什麼牛肉羊肉 天天給你吃了 天天神兇 天天這個生意上 心理上兩個壓力 病都來了 病都來了 我是12指上穿空 12指上穿空 所以我也切除了四分之三 在獄中苦難的日子 已過就是26個年頭 沒關64年 應該是64年 他們就不是特色的一批回來了 特色 特色 共產黨特色 他們大批大多數人 都是那個時候出來的 但是特色沒有你 沒有 因為我是間諜 不是貪污他說 民國39年 日政務隨著軍隊撤退來台 抄去軍情局的情幹班 調派到中美聯合情報中心受訓 民國49年就派到西藏出任務 出發的時候還是個少年郎 出獄時已經百發苍苍 加上又被對岸限制出境6年 回到台灣時他已經60歲 這是你60歲的時候 對 他那個時候要起來 不是要人突然沒辦法離婚 出任務前 滿腦子只象徵保佳衛國 根本沒有心思結婚談戀愛 回來後想找個伴 娶了大陸配偶 最後也離婚收場 怎麼會因為病痛那麼多 是因為那時候在大陸 那時候折磨了這樣子的觀念 26年了開玩笑了 那個不是過了很輕鬆的折磨 當時的苦心換來病痛折磨 幾乎天天都得到醫院報到 不只罹患肺癌 直腸癌 還有腸療病 但回國後讓他更不平衡的就是 原本的關接近倍降級 我本來是少小組長 派出去少小組長 但是檔案沒有 檔案那個給美國CIA帶走了 美國68年斷交的時候 有關於CIA的旅案是其他都帶走了 他不能交給 把我的檔案也帶走了 最後只能以降兩級的 中衛關節退伍 雖然能領到一個月 3萬多元的退休縫 但當初他在大陸被關了26年的金水 還是拿不到 今天要發眾生風了 你是自謀生氣了 他就不管你了 他怎麼管你 他沒有 所以你們也沒有什麼 你們也請那些 沒有 就沒有 沒有房子 也沒有什麼考慮 你自己的都沒考慮的 之後他極力到立願爭取 雖然拿到些許補償 但換損下來 顧得這26年 每個月的薪水 僅僅2700多元 民國94年 國家情報工作法才頒布 像今年10月 因為兩萬换福行動 回台的兩位情報員 能拿到應有的報酬 但他卻不行 他們有補上你 他們有補上你 那你為什麼沒有 那你為什麼沒有 我這個不追溯到 我這個年晚來 我用不上 本法是公佈自治實施嗎 是不太公平 我不跟你講過嗎 心理上千萬不要去比 又比又起 阿倪 進來 如今84歲的他孤苦伶仃 沒有房子住 只好四處搬家 最後租在新寧國塞內 實際上 目前被關在對岸的情報員 還有很多 我現在還有100多國 現在還有100多國 當然自從我們英國38年 到台灣來以後 情報局先後派出的人員 位數是很多 那 單元甚至不只這個數目 情報員在大陸失事 有兩波高峰期 第一波是民國85年的台海危機 1994 6年代之後 共產黨打那個飛彈到台灣來 我怎麼樣說 我說大家不用怕 大家不要怕 那個空爆彈 由於這件事情 扔起中共很大的注意 為什麼我們放的導彈 你怎麼知道是亞旦呢 事實上真的是亞旦 就是說你這個消息太準確了 從這裡就開始查詢 北京當局當然徹查 埋伏在大陸各地 超過8名的台灣情報員都實施 歷史台海危機則是因為他 大陸國安部門逮捕的36名間諜 多年來竊取大陸導彈部署情報 其中至少17人 被判處10年以上刑期 犧牲的不在其屬 擔任情報工作是個民主工作 我們也沒有辦法跟國人講 我們犧牲多少 事實上這些家庭 當父兄過世以後 他的妻子 他的子女 他的生活困苦想像而知 你說悔不當初 已經走了這條路了 還有什麼悔 怨天尤人能解決問題 雖然兩岸關係變勢 但在國共內戰後 兩岸已觸即發的年代 情報員一聲血淚奉獻 儘管不是年輕一輩能夠理解 但至少他們的晚年 政府能用些照顧 會有很大 我們會讓大家看一看